今天去看家的路上 然后在车上做一个开包吧 看看每次去拍家的时候 我要带什么 今天我带的是这个包 它是一个夜下包 不要看它小小的还挺能装的 是很夏天的一个奶油色 然后做成了这种风情的褶子 我带的东西其实蛮少的 带了一个润喉糖 护手霜 补装的干粉 纸巾 气垫 首饰包 这种小的香水 唇刷 Gucci这个口红挺美的 我带了另外一只 这种小的mini口红 我有蛮多这种小口红 我觉得一只口红要用完太难了 但是mini的就可以 然后颜色呢 我的这个色号是GOT RAN 然后这个是干枯玫瑰的颜色 还有这个就是衣索的一个精油生姜 柠檬草的味道 会让你在闷热的空气里面 就觉得舒服一点放松一点 中间这个我是放口罩 因为我会带很多这种可爱的口罩 这个是一个纸焊贴 夏天嘛 因为广州很热 我又很容易出汗 它这个就是贴在衣服的下面 或者腋下就容易出汗的地方 我把卡带夹放在这儿了 它因为它挺宽的 不光放一张卡 可以塞卡带夹 然后这边是门卡 塞了个泪液 像我们这种就是用眼过度的人 真的很需要随身带眼药水跟泪液 再来看一下包里的这个结构 清空了以后 你们会看它的夹层是有三个 还是很实用 算上这个卡带有四个 所以你们看我一直掏 好像掏不完一样 它外面是这种漆皮 但不是特别亮的那种 是防水的 然后里面是帆布的 很能装 而且造型也很美 可以拉上 因为我有一些腋下包 都没有拉链 所以我的口红 竟然从这里掉出来了 但这个就挺好的 它的这个大小就是也刚刚好 然后形状我觉得也很复古 很简约 但是同时又很能装 好啦 这期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 在车上开包的形式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以后就多来一点 拜拜